說自己用字不夠精準 亂開地圖砲 柯文則在不公開行程 特別停下腳步受訪 全因為前一天他接受網路節目專訪 曾經與周中錦的黑牌配時 竟然又失言了 柯文則公開點名 北台灣的議長是黑道 包括基隆市議長蔡旺蓮 台北市陳錦翔 新北市蔣更煌 桃園市邱益勝 新竹縣張震榮 以及新竹市許修睿 六位議長全都躺著中槍 韓國瑜特別拍拍身旁的基隆議長大腿 並且幫忙緩家 但這把火燒到六個縣市議長 北市議員怒轟 柯文則為了選舉竟然如此 但是口則藍 全部講成是黑道 無非就是讓柯文則自己說合理話 他自己可以跟議長 黑道議長在一起 如果陳錦翔議長是口 是你口中的黑道 那我們這六十幾位議員 全部都是小弟囉 都是小裸裸囉 他選舉已經到了不擇手段 口不擇言 北北桃的議長 以及其他的議長 應該聯合起來譴責柯文則 要求他公開道歉 我跟你講 那你何必自己對號入座 問你 問你 我就說 我就地圖怕我亂打一通 我在講的是中東警的案子 不要扯別人 跟陳錦翔說個拍誰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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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要挑撥離間 一下要外界不要對號入座 一下又要媒體別挑撥離間 但這把火明明是柯文則點燃的 如今一句不該亂放炮 就想試圖止血 恐怕只會引起各地議會更大反彈 北台灣到底哪一個議長不是黑道 柯市長這些話 真的網路上引起非常非常多的討論 真的 我們就做了一個表格 大家都來看看 其實昨天就已經討論很多了 像是基隆議長蔡旺蓮 這真的躺著也中槍 他昨天接受媒體採訪就說 他覺得議長都是老灰 他想不出哪一個是黑道 他真的覺得自己真的很壞 像新北議長蔣跟黃 也在柯市長所說的北台灣裡面 昨天接受電訪 他也說親者自親 新北的部分 紅綠委員要幫我們補充一下 柯市長這樣子講話 什麼北台灣哪個議長不是黑道 被罵了之後 他昨天的解釋是怎麼樣 他說他只是想要虧一下 想要消遣一下朱立倫 說中東僅是黑道不能提名縣長 那為什麼可以提名當議長呢 自己講完之後又說 那你們又何必要對號入座呢 這是柯市長自己點的火 現在又怪別人對號入座 來紅綠委員怎麼看呢 沒有啊 如果趙柯市長原來講話的意思 就是全部都幾乎很多都是 北台灣 北台灣他自己講的幾乎都是 但他可能發現了他講錯了 人家結果會沒有對不對 然後你就今天開始在講說 他就是嘴巴亂講的 然後造成人家這樣子 他雖然是冷下位 可是他也沒有說道歉 我這點我還蠻覺得 我個人覺得蠻可怕的 他可能也覺得 他台北市長要卸任了 不然我對我的一個 台北市議會的議長 我暗指你是黑道 哇 那我這個議會 我以後怎麼跟你 台北市政府配合 這天大的指控 對 而且人家如果不是的情況之下 我跟你講 那我們這些台北市的議員 比如說王敏森議員等這些 你們羞辱議長 人家議長不是 等於也是羞辱整個議會 議長也是黑道 議員是什麼 議員是 議員是 會不會小的嗎 如果是要按照這樣的邏輯 是啊 議長誰選的 議員選的 也是罵這些議員 都去選一個黑道來當議長 對不對 他一次得罪了太多人了 而且你是現任的市長 你竟然還 亦有所指說 你的市議會的議長是黑道 這是一件我完全想不出來的 就是說我當一個市長 我會去說我的議長 是一個黑道 那這樣以後輔會關係怎麼辦 完全不和諧 我跟你講你要來質詢 我都 你要來備詢的時候 我都可以想辦法借這個題 來羞辱你市長 我可以讓你不上質詢台 這種事情我認為他可能柯市長也發現了不對了 除了網路的風向不對之外 事實也不是如此 所以他今天改口 但我覺得讓我更更壓抑的是 你既然都改口了 說個道歉 說不好意思 我這樣讓大家造成困擾 你這句話也可以講 如果你講了這句話 我覺得事情會更圓滿 但你今天既然都沒有這樣子講 我跟你講 這一個問題還是在 為什麼我說這個問題還是在 因為你說北台灣 北台灣有那麼多個 你也沒講哪個不是 對不對 那個桃園 新竹也都被算進去 對啊 你沒有講哪個不是 那沒有講哪個不是的情況 大家是不是還在說 那到底誰是還不是 這個問題還沒有結束 我覺得他對北台灣的這個議長 這一個得罪光了 另外他2024還想選總統 這個所有能夠當上議長的人 在地方上都有一定的影響力 而且不是北台灣 你要知道 這人家議長副議長 都有一個聯誼會 多久就大家互相交流 然後你們那個縣市 怎麼樣大家 這些人一定是站在他交情好的 自己每天常常在一起的 這些人的這一邊 你看他得罪的不是北台灣 是全台灣的議長 你得罪了全台灣的議長 那你2024你會想說 如果是我跟中東景比較好 我中東景幫你串聯這些議長 我跟你講很大的困難 這些人都被罵過了 中東景怎麼好意思去說 那以後我們再繼續來支持柯文哲 柯文哲他今天會有講話口氣改變 除了我說的他發現的事實不對 輿論的風向不對之外 我認為他也發現了他得罪的這些議長 對他要選2024是一個很大的阻礙 所以今天才會稍微改口 柯市長這樣子態度稍微有轉彎 這個宗理是台中這次台中沒有被掃到 不過等一下還是請宗理補充一下台中的狀況 我要請先請教台北的閩申議員 因為柯市長講這樣子的話 其實外界會有很多聯想會覺得說 是不是做議長就是關係很複雜的 或者是是不是就像柯市長一樣 議長跟黑道就這樣畫上了等號呢 來這個議員怎麼看 我要跟那個張宏露委員報告 柯文哲不會道歉的 因為他認為他其實已經精明到 他知道他說了什麼話 就會引起媒體的注意 所以他以前就提出一個叫做鯊魚理論 就是用另外一個政治焦點 去轉移現在的政治風暴 就是轉移焦點這個事 他就叫做鯊魚理論 我跟大家報告10月16號 就是風雨最大那一天 那個蘇貞昌院長本來要來 我的競選總部成立活動 臨時因為應變災應變中心二級開設 他必須要去作證 可是柯文哲這時候 臺北雨最大的時候 也是最多災情的時候 他選擇不回來 繼續在南投輔選 所以大家不是罵他嗎 我相信節目都有討論過 大家有沒有記得 時間就來到10月17號隔天 大家罵他罵到已經罵隔夜了 還在隔天還在罵 10月17號突然 就是苗栗縣曾學文議員就說 我們議長中東已經 突然發了一個醫院調查說 我們臨時說要去拜會臺北市議會 請大家在禮拜四報名 禮拜一到禮拜四 禮拜一開始報名 然後禮拜四就要來我們臺北市議會 可是結果後來就傳出來說 柯文哲要跟中東景見面 有沒有就傳出後面有什麼黑白配 他們兩個見面去看了什麼 參觀了什麼 結果從頭到尾都說沒有啊 這跟我們無關 跟柯文哲我無關 是因為苗栗縣議會要去跟臺北市議會 正式的官方交流 結果到禮拜四 因為新聞從禮拜三開始吵吵吵吵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身為臺北市議員 我怎麼都沒有接收到通知說有 苗栗縣議會要來我們臺北市議會 做正式官方交流 結果我疑問了我們的公關室 他就說沒有啦 他們很臨時通知 我們也就想說他臨時通知 只是來私下拜會 所以議長沒有通知我們 所以這個叫做鯊魚理論 轉移焦點二連發 他知道他風災跑不掉 被批評跑不掉 所以他趕快叫中東景 你來喔 趕快來 因為他不管好壞 只要好新聞壞新聞 只要有新聞就是新聞 對他來講都是 轉移現在這個風雨災害的新聞 是 所以讓中東景 來確實立刻轉移的 這大家都在批評黑白配 他就說你們民運黨就是陰謀論 想要罵我 各自罵我們兩個罵不到 結果我們現在兩個同框 你們反而罵得更開心 更大人這樣 結果罵罵罵罵到最後 他覺得不對 這個好像罵得真的有傷到 我自己黨的選舉 結果又立刻來講說 你說中東景是黑道 你為什麼還是提名他當議長 為什麼就不能提名當縣長 所以立刻又說了 就是北台灣 哪一個議長不是黑道 如果你就說要約於朱立倫的話 你就只要講說全台灣 你數數看幾個議長不是嗎 但你講北台灣限制區域 然後哪一個不是喔 所以他就知道說 我今天只要一講出去 你看媒體又再看人去點啊 基隆啊 台北市啊 新北市 桃燃市又開始在討論 又開始把焦點模糊 然後他再出來跳出來說 唉唷 你們不要挑撥離間 他說你們不要對號入座 所以我說柯文哲不會道歉的啦 他現在就是很厲害 他會用這些政治的焦點 去轉移他的政治風暴 所以他現在只是造成社會的亂源 其實我真的不曉得他現在說的話 到底對社會有造成多大的影響 甚至帶給社會什麼樣的營養價值 是 來 敏森議員分析的這個鯊魚理論 這個宗理這邊覺得這樣有得力 好像柯市長確實從一個泥沙台風 陰大水泡水車的事件 後來馬上又有了跟中東景的會面 接著叫妹妹現在又開始講 這個議長到底是不是黑到這個話題 然後被罵完之後 就像蓋鴻路委員有講 他沒有正面的毀世淚喔 他只是說 大家何必對號入座呢 為什麼要把事情越鬧越大 不要挑撥離間 拜託一下 這把火就是你去點燃的啊 宗理怎麼看 其實你看剛剛這個敏森議員 講到他這個鯊魚 就是柯文哲這個鯊魚理論 你就知道說 柯文哲絕對不是大家想像中那種正式書 他現在就是政治高手啊 那政治高手 那你看 如果不是政治高手 他會講出什麼 我不是政治領導者 我是什麼文化傳道人 文化傳道者 然後 現在又說自己是耶穌神父 耶穌神父 我告訴你如果像耶穌神父 你就不會滿嘴謊言啦 所以我覺得很重要說 你已經反正就跟中東景 就已經想要切上關係了 然後又事後想要做這些說詞的切割 不管是怎麼樣的方法也好 那你可以看到說就是他的這個政治野心啊 他都用很多的話術在包裝 那這些話術在包裝 然後人家說他就是說人家對號入座等等 那我覺得說 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一些想法 為什麼為什麼是我說他是政治高手 因為你可以看到我們都所有人都知道 2024他就想要選總統 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他當然嘗試去跟這些所謂的地方的 跟地方有脈絡關係的地方的派系 那地方派系通常以議長為很首要的一個對象 那中東景他當然是在苗栗裡面是一個 苗栗跟民眾黨本來就沒有什麼太大的關聯了嘛 那他幹嘛去扒著苗栗 很重要嘛跟地方派系有關 我舉一個例子 今年中二選區補選的 一月中二選區補選的時候 那個我親自我當場我就看到 那時候也有上媒體 這個柯媽媽去跟這個顏寬恆碰面 在一個廟裡面參拜 那個又好耶 然後就說巧遇 很年剛好 很年剛好 因為這個林靖穎的團隊 當時剛才經過那個廟裡 在做路戰掃街的工作 他就剛好就賭到嘛 那可是他就說是巧遇 那你可以知道說其實他們 比如說他在台中他就巴著炎家嘛 為什麼 那炎家明明是國民黨的啊 我覺得他聰明點 就是他常是想要裂解 跟國民黨不是遠遠那麼深的 所謂的地方派系 就是說國民黨自從也沒有黨產之後 然後那個聲勢也一直不斷在下降之後 其實某種程度各地方派系也都岌岌可危 這些地方派系是民眾黨想要試圖去拉攏的對象 然後呢想要試圖拉攏 所以當然是跟這些地方縣市 你可以看到包含在台中很多民眾黨的地方的候選人 議員的候選人 他們當然都是掛柯文哲 可是我覺得說到了這些議員候選人 其實某種程度他們也都跟地方派系有一點瓜葛 有一點關係 所以2024甚至我們不能排除說柯文哲到時候 是不是總統的會有藍白盒的可能性 他想要嘗試去跟國民黨的地方派系 我講的所謂藍白盒是跟國民黨的地方派系 做更多的結合 所以他當然在2022的現在就要開始佈局 做更多的動作嘛 所以你在講說這個柯文哲在想要試圖 我又希望說把民眾黨的招牌弄得一副很乾淨的樣子 然後很這個公開透明的樣子 所謂的這個公開透明第三勢力 可是實際上你本質上去親近這些黑金的政治 這才是民眾黨的本質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啊 你只有一天到了你笑想的為了2024 然後你在2022鋪排的這些動作 到底對他2024會有幫助嗎 完全沒有 柯文哲玩這種鯊魚理論 看起來真的是玩不膩耶 這對他以後的這個選情 真的有幫助 因為現在的選民 都是非常理性而且聰明的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繼續來請教明玉姐